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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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號動畫風的APP 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想看動畫就可以看動畫風的APP 還不錯 剩下的就是基本東西都可以安裝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後面就是有 這個電視的音樂的 的視聽 畫面的觀看 後面會放給大家看 給你們參考 你說這台畫質很好嗎 欸 如果以超好的電視來比較的話 當然是沒有 但是因為他有不好嗎 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他就是中歌中曲的電視啊 基本上你家裡除非有兩台電視 放在一起比較 其實 你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當時就以這個FanQ 然後保固 然後去看 然後他有 Google TV Google TV的系統 然後我才選這一台 然後剛剛開始 我買的時候應該隔三個月了 到現在隔三個月 那用了一段時間 他也沒有什麼 閃退的問題發生 就是還可以 對 那他有說很頂嗎 其實也沒有 對 他沒有到很頂 那我覺得這個價格 對得起他這個電視的畫質 音效等等 不過他內建的音效是真的很差啦 真的不好 很明顯 所以大家 眼鏡要加購一個 那個 自己在外接一個喇叭啦 是最好的 OK 那後面的話 音樂跟畫面 我們再仔細觀看一次吧 那值不值得買 我自己當然是覺得OK啦 但其實像電視的價格 真的是越來越便宜了 然後這台是65寸的 的電視 那我用BenQ的東西也用了很久了 那一金螢幕 兩台都是買BenQ的 那所以後來新家的電視 就直接買BenQ了 好啦 那希望 這集影片有幫助到各位 那 電視基本上規格很多種 那價格也很多種 那你要買貴的還是買便宜的呢 大家還是去看一下賣場 實際感受一下才是最好的 那因為 比較沒有什麼錢啊 所以呢 我先買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品牌 跟 可以接受的畫質 音樂音效 那我這話就選BenQ了 好大家就這樣子 好啦 跟班牌 很適合 好 聽我 叫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